现在有看着以内要吃完一棍子 你有信心吗? 你们有信心吗? 哎哟 啊哈 太得到吃那个 小胶了 大猩猩 好可怜 1 2 3 4 5麦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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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决定好今天的晚餐了吗? 我们5麦频道的话 每周2 5 6的5点更新 记得帮我们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不能去餐厅 所以我们不能挑战大猩猩 好事吗?还是坏事? 坏事 没有挑战的人生 不是人生 有一个晚日的晚餐 然后 现在外送也可以 大猩猩猩猩猩的价值 就不会现在有什么1公斤之类的吧? 啊 没错 哈哈哈 是吗? 从日本来的家务的点 它自然嘛 啊 我听过 之前好像三天台湾也有拍过对不对? 对 可以外送呢?对不对? 不错 这么方便 所以今天的话 我们要挑战看看 这 1公斤的炸鞋 那我们要请他出厂 好 好 我们之前还拿那个... 什么炸鸡桶之类的 哈哈�� 打开看看吧 哇 豐年的 真的假的 哇 这个 responder 1公斤的炸鸡 而且Katsuya它是在台灣叫做雞豚屋嘛 然後也是專賣這種豬排的店 然後也是今年才開始賣這樣一公斤的炸雞 價錢的話499塊 所以點外送的話也是一樣 沒錯 我們兩個人吃完這個 加油 我在那個商業台灣頻道有吃過 對啊 我們一起吃的嗎 啊對對對對 但是那時候的話 大部分都是麻辣跟茄子吃的 嗯 我們吃一點點二億 對對對 那我們兩個人的話可以成功嗎 所以我們要決定 7個目標 7個看著以內要吃到一公斤 你有信心嗎 你們有信心嗎 哎唷 啊 他也就要吃那個 腳腳了 大信心 好可憐 啊 要開始囉 3 2 1 開始 哦 那我們先吃一個吧 好 來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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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很滷味 嗯 嗯 它完全就是日式的糖洋菌 它這樣不用加任何調味 它本身的雞肉味道就夠重 哦 好了 啊對對對 啊這個這個這個 已經一分鐘過了 啊啊啊啊 這個發誓的話 我們一個人吃的時候 一個人不用吃 好 然後沒有摺人要摺 把它實況轉換 哦對對對 那我先要摺 那我們俊良選手 選擇第二塊 醬梁 哇 這一口就好大好大口 嗚 涼喔 俊良嘴巴真的好大 好厲害喔 俊良的喉嚨像是一個無頂凍 你知道嗎 它就是吃下去的時候 可能一下就 就不見了 究竟第三塊原味煞雞還是一樣 這麼的好吃嗎 哇開始有點 啊連續吃三塊的感覺 哦沒關係 不過我們登登 一些感覺可以幫助我們的小道具 柚子醋 番茄醬 在此日式美乃滋 以及章魚燒醬 登登登登 啊捲美乃滋 管煞雞叫做配美乃滋對不對 究竟日本人到底多愛美乃滋呢 噹噹噹噹噹 哇好大口喔 沾噹噹噹liner 應該是很好吃的意思呢 alpha 好 开脳 用美乃滋的話太油油的 食物 蘑菇花的時候 它就美乃滋太重稠了 林林 吃了就油飽了 重點是 林林已經拍了兩部吃東西的影片 好像他已經拍了 這慢慢 我們突然聽的影片 吃得激化太多了 wwwww 現在凌凌的醬汁不能說 很好 快到五分鐘到三分之一 喔!來了 阿菓仔醬是醬油燒的 這個也很濃味喔 但是凌凌是居在大阪的台灣 好像很喜歡的感覺 嗯 但是濃口味的東西 跟濃口味的東西 可以搭配嗎? 這部分我有點擔心的 凌凌也 這個參與團體女性們裡面的話 好像會吃的感覺 這個也是有 Gats的女性 這怎麼了? 衛生什麼? 啊!紅色 有種字 好的味道蠻小的 啊! 它太多了吧 應該這個 喔!很打口耶 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說什麼嗎? 有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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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!不可惡 OK! 沒有燙燙 喔!OK!OK! Touch!Touch! 來 大概一半時間 東西很突然 我更加鹹了 這柚子醋 可是這柚子醋 師傅跟我一樣的柚子醋不太一樣 它感覺是偏醬油 有點鹹 我們心情看起來是 好像現在吃一百個的感覺 還不錯吃的臉嘛 我們看到了一瓶番茄醬 似乎 俊娘對於它的有效期限 稍微有一點點的 喔!看起來沒事 番茄醬加下去 全部加起來 這有沒有麥當勞的感覺 清爽 喔!清爽 所以番茄醬是屬於清爽的作用 在這個四個醬裡面 啊!俊娘的臉 啊!肚子開始包起來了捏 欸俊娘吃第幾塊啦 7 8 吃到我們自己也忘記了 它其實肉汁每個都是很紮實 臉皮也是就是有非常厚的那個脆度 所以它吃起來其實非常的有飽足感 俊娘的臉開始慢慢的 懷疑人生 懷疑自己 懷疑變態 它 喔!出現了! 俊娘最愛的起司 加上去變成起司炸雞 起司魔人究竟對於 雞塊加起司 哇!這個飽足感看起來是非常 衝擊力很大 它感覺是很厚重的油炸東西 再配上起司的濃厚 它看起來是個濃厚的惡蟲 所以有三兄弟 然後加俊娘的金頭髮變成三兄弟 不要忘記了 超級無敵濃味 三分鐘內吃到這個醬汁 6顆 所以大概30秒一個就可以 雞雞 兩種醬料 這個是這個醬汁的一樣的概念 應該太濃味吧 我是大阪人 很想念大阪 所以放這兩種醬的話 有這大阪的感覺耶 你想吃醬嗎? 喔!是對的 這個雞雞的色調也蠻不錯的 這個男仙爺 普通的雞雞的話 吃 4顆 5顆 就超級溫宜 499塊 然後裡面有大概 應該20個左右 這個很涼的話 應該三個人吃一個人 跟家人一起吃 是剛剛好 大家 YouTube不要忘記了 兩個人吃這個很涼的價錢 7、3分鐘 關心了 所以剩下的時間是 大概1分鐘 8 雞雞雞 可愛一點 呵呵呵 還有大概40秒 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我4丁的目標太高了 但是我們的目標是 就太大小了 我們現在超人4丁 換氣的話 比賽會結束 剩下的時間是 大概10秒 9 8 9 5 4 3 2 1 1 接著來 珍珠 拿不起來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呀 可是還好吃嗎? 進講 嗯嗯嗯 真的蠻好吃 日本人喜歡的 很濃口味的 嗯 炸雞很利息的 所以真的不理解 它是到6月中 都是可以用外送平台 來送這個的 不知道你其實是沒有 雞吞屋也還蠻貼心的就是 有做一個優惡活動是 專屬給外送人的 可能外送人的話 只要在6月好像是14號以前吧 嗯 只要可能穿制服 或者拿識別證的話 你可以去擠臀屋那邊 外帶 所有東西都可以想八折 欸欸欸 它很好的服務耶 但店家自己小小回饋給外送人 你這樣很辛苦 真的最近的話 真的為了 拿外送人還有 醫院的人 對啊 那種很多嘛 而且其實我自己蠻喜歡台灣一點 是他們有時候會 店家是自主性的 就是可能 公務員然後醫護員 他們都會自己 主動媽媽打擾 哦 最近不是還有那個嗎 日本那邊媽媽就是 提供義忙的關係 然後也有可能台灣的 房東之類的 直接不收房間 哦哦哦哦 這也有聽過 真的辛苦你們了 真的辛苦大家了 哪子還沒 這大維吻挑戰還沒結束 其實今天的部分的話 我們失敗了 但是還是可以吃完嗎 屁娘目前這樣子 四種醬料吃起來的話 你最喜歡哪一個呢 哦 這個是柚子醋 零零的話 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意外的其實還蠻喜歡 美乃滋配章魚燒醬 我剛剛想說換個口味就隨便加加看 然後因為這次要就是讓我回到 大阪的感覺 因為醬也是日式的嘛 所以就是你一瞬間有覺得 哦 回到日本 就是 哇 出國的感覺 所以有一個在台灣吃不到的味道 這感覺 嗯 我們繼續吃 好 日本常連的菜 全部都沒有了 最後一口 對 我們的最後一口了 はい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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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解決囉 那個我們實際上花了多久時間啊 超四分鐘左右 今天也要給它平分嗎 好 那我們給它的評價是 5倍 2.5 它其實整體上它不管是它的肉 肉的質感 或者是皮啊 都做得很好 然後它的每一塊 它的味道也蠻平均的 這樣可以有外帶的服務 可以跟家人一起吃 可以跟白飯一起吃也很好吃的 炸雞 炸雞可以白飯也很胖耶 哈哈哈 對耶 沒關係沒關係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別忘記 我們五賣美食頻道 都是禮拜二 禮拜五 還有禮拜六更新 幫我們訂閱 然後要開小鈴鐺 哦 啊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外送的大家 謝謝 辛苦大家了 哦 但是 有 有 有檸檬的話 比較 快 沒有檸檬 哈哈哈 真的 會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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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鱉